YB 对你刚才所讲的平起平坐三党的话 那其实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可以得到幸福的策略或是实施的方式 我们走的这么多年已经是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一些很基本的那些涉及到这个创党的那个宗旨的问题 除了一些其他问题 ISSA我们没有分歧 GST没有分歧 整个budget我们每一年没有过不承招一个所谓替代的这个什么 你可以觉得我们做的还很不完善 还有一些东西还可以在 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呈现出 我们以许许多的专业人士来去呈现给了选民来选择 那至于我们的投号人物是要怎么样的人物 我想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决定 这个不是不一定是可以由个人来决定 当然我们可以接受大家的一种意见 但是最终谁做党主席 谁做的党的树立主席 所以这个是党内部的一些要经过竞选 不是开会 要经过竞选 要有这个支撑支持的 所以我想刚才会到这个换周五大臣 我想这个跟916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周五大臣事件其实是我们要向人民走出 不单单说我们做的比较青年 我们做的没有贪污 但是安华觉得这个不够 如果你做一个周五大臣 只能告诉我们 我们收很多钱 我们没有贪污 我们没有 但是第二届 人民希望做多一点 所以在这个课题上 我们坚持说 这个周五大臣要换 如果是周五大臣不能接受党的这个理念 跟做他的理念来施政的话 他只是觉得他有几个基本原则 青年要收钱 要这个就够了 这样的一个 我们觉得第二届不能再接受 所以即使我们也考虑到 他会流失一些支持 但是如果流失的支持 以后可以追上来 显示出更好的施政 这个是值得做的 那么其实这样好 齐超你怎样看 刚才YB跟泰伐所讲的 我觉得泰伐所讲的 应该是我觉得 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因为怎样都好 大家三个挡在一起 你都要有一个公司 common ideology common objective 然后里面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刚才YB讲 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丢在旁边 半半干戈在一边 那么迟一点 你还是要回到这个 对 因为这个问题是 你可以拿到 三个不同group的一个support 当你到了Putra Jaya后 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令大家分明他的 我想这样 我们不要太简单化看政治课题 有一些课题是超越党的 其实很多课题是超越党 现在目前是三党可以做起来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课题是共同的 因为我们是在野党 从在野党的表跟人民接触 我们提出一些纲 但是有一些到了施政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执政之后 有许多课题应该是超越一党 比如说地方政府 我不相信现有的国阵里面 每一个人都反对的 有一部分的人 伊斯兰党的人反对 然后我不感 我不觉得所有的国阵的都反对 今天因为国阵每个绑住了 大家都不能讲他支持 所以看起来只有明年的政党敢讲 但是如果这个政党轮替已经做出来了 我相信提出这个的时候 可能行动党靠很多马华 这个格拉干 还有一部分的人支持通过这个议案 不一定要靠回教党的支持通过这个议案 回到伊斯兰党法 可能他不能通过的原因是 谁都好没有三分之二的支持 因为萨巴沙拉越已经占了一三分之一了 再加上飞回教徒的这个议员 他通不过 即使武统举手举脚要支持 他也通不过 因为最终就要接受这个显示 所以有很多时候以后的课题 他将是超越政党的 所以我说为什么有一些东西要耽搁到一边 因为这个问题还会重新过来 因为他能会耽搁多久呢 因为毕竟到这个阶段 我们执政之后才会出现的吗 因为今天 执政之后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今天 即使伊斯兰党今天 站在林冠英这边讲 好了我支持地方选举票 还是不能执行 因为你这个地方政府法律没有改 我们没有大量 所以这个问题是做不到的吗 那比如说我们大家有公司 承认独中同考 他的作用也是一样 因为独中同考还是不会被承认 因为只有我们的公司 他的考验是我们执政之后 有没有这个勇气 说我承认独中同考 有没有这个 那个时候的行动党 有没有会再讲 我要地方议会选举 那么那个时候讲的时候 很多时候将会产生一个超越党的问题 我相信已经没有这个季限的时候 可能马华和这个什么民政党有感 有胆量说我支持独中同考 他也可能会站在地方议会选举上 所以我想现在最主要明年的当务之急 是怎么样恐固这个阵线 在未来的大选 真正的打入一个两党轮替的局面 当我们进入了一个两党轮替的 人民就可以安政 因为两党的竞争中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最好的 那么两个党不再比烂苹果 现在我们说我们不是烂苹果 它是烂苹果 但是可能以后就是 我是好苹果 我是更好的苹果 我是A品种的苹果 我是A1的苹果 这样才是我们今天要达到的 所以今天如果安华做监牢 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 这个是他最大的贡献 而且他也准备做这样的牺牲 来达到这个贡献 好很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一个分享 无论从司法的角度 无论从这个政治角度 无论也从这个评论角度去看整个事情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看法 然后感谢您的收看 而安华今天被判入狱呢 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对于明年未来在争取民信 和如何解决分歧呢 是极具挑战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德成 晚安